2月24日,在乌克兰警告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正在遭受袭击的不久之后,该设施据报已经被俄军攻占。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利亚克表示,俄军已经控制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。 他表示,在俄罗斯人毫无意义的袭击之后,很难再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是安全的了。 波多利亚克补充说道,这是当今欧洲面临的最严重的威胁之一。 24日早些时候,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写道,俄罗斯侵略军正试图占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, 我们的捍卫者正在牺牲他们的生命,阻止1986年的悲剧重演。 他补充说,这是对整个欧洲的宣战。 乌克兰外交部呼应了泽伦斯基的警告,在推特上表示,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可能导致另外一场生态灾难。 该机构写道,1986年,世界目睹了切尔诺贝利发生的最严重的技术灾难。 如果俄罗斯继续战争,切尔诺贝利事件可能会在2022年重演。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北八十英里处。 1986年,这里发生了世界上最严重的核事故, 当时一个核反应堆发生爆炸,放射性污染扩散到了整个欧洲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影片 spoiler支配